看今天的立法院 因為今天是舉行談話會 而決定這一次臨時會的議程 民進黨團主動出擊 他們提出了才華法更新版 是要求國民黨要優先處理 而至於ECFA的攻防 民進黨目前還是堅持要逐條表決 但是國民黨也重申ECFA 並沒有修改的空間 一大早 蔡依偉以民進黨主席的身份 到黨團大會督軍 民進黨更主動出擊 在談話會召開前 提出才華法更新版 要求先審查突襲國民黨 我們新北市本來應該要增加的稅入 也減少了189億 甚至高雄市也減少了40 50億 那麼這個對地方的財政 跟升格以後的新北市 它的市政建設也好 或縮短跟台北市的差距來講 這個預算是非常重要 這樣子公平嗎 這個做官 他們都是只得直撒市 相當直等的薪水 可是市民呢 還是變成二等的市民 來質問馬英九先生跟他們的團隊說 難道你生了小孩之後不用付 撫養費嗎 因為財化現在情況比較複雜 所以朝委必須再溝通一下 我們所提的所協商的 就這個公投嘛 他沒有財政法文嘛 民進黨的奇招讓國民黨直跳腳 但立法院的攻防不只有財化法 還有備受注目的ECFA公投案 別對是要主要討論主要表決 這是本黨的底線 國民黨只要理性的話 我們會跟著理性 國民黨要橫財路照 那我們就奉陪 我們反對民進黨他所提的 要ECFA公投 因為這個是多此一舉 公投審議委員會 既然博了整個公投的一個申請 那我覺得民進黨也應該 遵守這樣一個規則 許多議案雙方陣營都沒有共識 一場立願的表決大戰 山羽欲來 民視新聞綜合報導